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到税很多时候会跟我们的保险有关 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 有朋友这样说的 他说我在国外生了病 付了很多钱 后来回到美国以后 在保险公司保销了 我收到的这笔钱收入蛮大 那我不知道在税上如何处理 是不是要再报税了 报出去这个收入 事实上来讲 大部分情况是不需要的 尤其是医疗保险 因为医疗保险就是说 你拿到的钱 实际上补偿了你的医疗费用 并没有增加你的个人的资产 没有从这个中处得到了额外的利益 也就是说 所以应该是不会的 那么什么情况是保险需要交税呢 如果他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保险公司给你的钱 超出了你的损失部分 那个就是你真正的得到的一个 这个的话呢 是需要交税的 但是呢 大家只要很简单的考虑一下这个情况 你看我们这个人如果得了病 那么呢 以后呢 又得到了那个 就是保险公司的补偿 来抑消了我的那个医疗费用 那么不因为我这个人 病治好了以后 好像我这个人的价值会提高了 因为这个价值当然本来是会提高的 因为我身体好了就有挣钱的能力 那是没错 可是呢 人是不可以买卖的 现在的人口买卖是违法的 所以呢 你没有市场价格 没有市场价格的话 彻底头就不能定义为那个 给你又给你 至少在医疗保险室 基本上不可行的这个东西 你如果是个医疗保险 补偿给你的话 那你是不需要靠这个 这个税务动力的 当然 有的时候 如果房屋保险的话 那就会 有可能产生这种情况 为什么呢 房屋保险有 那我们房屋保险的保单 保的是 所谓的 replacement value 也就是说 你 旧的房子破坏 它赔了你的钱 所以那你重新造一新的房子出来 那好了 如果我这个房子在 被天灾损坏以前 是已经用了几十年的 那么也就是说 我这个地址之前的 房产本身 所谓的那个stretcher 是已经很便宜了 没多少价值了 因为随时就是 已经是会坏掉了 那么呢 如果这个时候你坏掉 保险公司给你的钱 确实要重新造一个新的出来 也就是说 当这个时候 你重新建好一样 你的房子 你的价值的话 远远 就会超过你 这个 赔偿以前的 这个你的 房子的价值 所以这个产生的价值呢 你真正实现的价值 所以呢 你会有这个 这个呢 就是你需要保税的 这个呢 大家要注意 这个比较一个 古怪的事情 可能按照朋友来看 但是呢 至少 它 税务局的规定就是 你拿到的保险的额 是不是 让你得到了额外的利益 除了补偿了你的损失以外 你如果要增加的 你的这个价值的话 那你就是说 你得到了利益 那么就是要保税的 好 我们这个话题呢 今天讨论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个礼拜 就说再见 presenter 订阅 转发 李宗盛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